4月7日 高晓松手盆鲜花哥们向潘杰致歉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高晓松向潘杰道歉 感谢了恩师罗晓琳 并自曝自己因抑郁症报寿 潘杰的母亲罗晓琳是高晓松的恩师 两人关系亲近 高晓松曾在2017年的一档节目中 聊到了潘杰的太姥姥太姥爷 但信息中有许多错误 潘杰在3月30日 把视频录制高晓松胡说八道 指出了错误的信息 高晓松称潘杰的太姥爷钱正非 是北影的导演 但实际上 钱正非早在1935年就已牺牲 时间对不上 高晓松还说潘杰的太姥姥张正华 出生于电影世家 但事实是张正华出生在安徽同城张家 两人考入了北京专科学校 分别学习外科和妇产科 潘杰质问 这和电影有关系吗 高晓松曾解说钱正非从导演变成特工 但潘杰直言钱正非一直是医生 也是以医生身份开展地下工作 高晓松的错误言论 对潘杰造成困扰 他发视频怒斥 高晓松特意登门致歉 获得认可 对此你怎么看呢